男死男分是属于什么行 猪行的 其他的BCD这三种 就属于什么 属于狐狸 还有鸭子 好 现在看了这个之后 这是讲到亲密 批起亲密的 现在我们来看到就是 处理事情 刚才我所讲的处理事情 那个弹性度 跟这个前面 其实都有一些关系 这个的家庭 会使到他 产生那样的一种的性格 另外一个测试的方式 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二个 原生家庭 跟个人处事的弹性 的程度 他怎么样去处理事情 是不是很flexible呢 还是非常的 干硬的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不能够改的 我们一起来看 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 跟处理的方式 深深影响夫妻关系 也影响跟人与人之间的 交往的关系 你们同意吗 我们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 跟处理这事情 其实呢 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 一个极端的情况 那就是说 非常的僵化石板 他原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非常的僵化 law by law 我就是这样的 不能够改的 所以做事情非常的主观的 事情不是黑 就是白 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 非常不能够听起别人的意见的 这种人呢 是非常的独裁的 这种人呢 很容易跟他配偶产生冲突 如果国家一个领袖 是属于这种独裁式的 国家就有祸 一个家庭 如果是非常的独裁式的 我告诉你 另外一半呢 就非常的惨 很很很 很有问题的 因为一定会产生很多的冲突的 但是另外一种呢 又是另外一个极端的 就是呢 极度的自卑 完全没有主见 任人践踏跟摆布 外表看来 他做事好像很有弹性 但实际上呢 他是很怕得罪人 要明智保身 这种心态 在婚姻中 表面看似一对好的夫妻 配偶说什么 他都不敢说不的 这种夫妻相处求了 会让对方觉得 他是一个没有原则 甚至被欺压 这种的个性是 如果太太是一只母老虎 这个丈夫呢 就好像一只小鸡一样 或者呢 这个丈夫是一只 一只老虎 熊老虎 太太非常的被压制 这种的都是属于 另外一个极端 不健康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婚姻专家 他也以四种不同的 这是不是动物了 他是用舞蹈 四种舞蹈的方式 来形容一个人的处事 弹性度 我觉得他用这种 非常的好 用舞蹈来表达一个人对事情的弹性 他是不是很flexible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四种的舞蹈呢 第一个叫做摇滚业 摇滚业对着家庭 Rock and Roll 第二个是恰恰舞 第三个是华尔斯舞 第四个是芭蕾舞 现在你想 你看这四种舞蹈的话 你心目中大概会想是怎样的 这四种的舞蹈 你说这四种舞蹈 哪一种舞蹈最美 哪一种的舞蹈最美 Wars Wars很美 其实Wars不错的 Wars很美的 但是最美的是什么舞蹈呢 芭蕾舞 对不对 芭蕾舞的舞蹈 那哪一种的舞蹈是美的呢 哪一种舞蹈 年轻人哪一种舞蹈 Rock and Roll 摇滚乐队 摇滚乐队 Rock and Roll 每一种的舞蹈 都有它的特色 真正很好的表达 关于人的处理的方式 人的弹性度 我们来看一下 摇滚乐队的家庭 就像这个摇滚舞一样 完全没有归制的 Rock and Roll 没有Rule的 没有归制的 以家庭的 以家庭的模式来说呢 这是属于一团糟的模式 乱七八糟的 另外一种的极端的家庭呢 是属于什么 芭蕾舞的家庭模式 为什么我说这样说呢 因为这种的家庭呢 非常的严苛的要求 每一个家庭的成年呢 绝对不能够有任何的差错 这两个也是属于非常极端的 其实中间这两个 是属于比较 恰当的 我们来看一下 摇滚业的家庭 摇滚业的家庭 Rock and Roll 年轻人很喜欢跳 早在美国很流行的 早期年美国很流行这个Rock and Roll 有没有当初有跳过这种舞吗 没有啦 这是一个极端混乱的模式 这摇滚舞呢可以说是没有规制 也没有步伐的 参与者可以随着自己的意识跳 你喜欢怎么样做跳就怎么样跳 你要Pattern怎么样的Pattern都可以的 也没有人敢说你是对还是错 也没有人敢批评你 为什么 因为没有Rule的 没有规制的 它没有一个真正的Pattern 你要摇屁股也好 你要摇手也好 都可以对不对 就随心所意 所以年轻人很喜欢你嘛 这种是Freestyle 不是游泳的Freestyle 舞蹈的Freestyle 所以两个人在跳的时候 跳的我很高兴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意 想怎么样跳就怎么样跳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摇滚式的家庭就像这样 说得好听 家中很有弹性 每一个人有绝对的自由 在我们今天democratic的society 哇 家庭自由咧 你想象如果你的家庭是很自由的话 请问好不好啊 不好啊 家庭太过自由就糟糕了 摇滚式业对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咯 每一个人有绝对的自由 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干涉我 我也不干涉你 但很明显的缺点是吗 每一个人都任意而为 四世纪里面讲 每一个人任意而为 没有王 耶和华是他们神 他们把耶和华撇开掉 所以如果基督师的家庭没有把神撇掉 把父母亲也撇掉 所以每个人任意而行 像朱情一样 没有不分大小的 就是属于这种摇滚叶了 他喜欢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 所以真的是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 大不管小的 小的也不听大的 没有大小之分 谁也不付谁 整体来说这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 如果教会是一种摇滚 摇滚乐队的教会 你要不要 黄奉师在这里讲 大家安静 你讲你的我做我的 教会 没有分大小了 没有规矩 喜欢就 我喜欢我穿短裤来 我喜欢我穿T恤来 我喜欢我 你说九点几位 我十点才来 可以不可以 我喜欢啊 自由的吗 哇 这个教会啊 根本就没有规律 你想象这个教会你要不要 不要 你要这样的家庭吗 不要 这个家庭就是属于一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家庭 你看到吗 是属于摇滚乐的家庭 好 第二 恰恰舞的家庭 恰恰舞 恰恰舞跟摇滚舞呢 是相反 跟这个恰恰舞的家庭 以摇滚舞的相比呢 恰恰舞呢 是 虽然有点凌乱 但是两个人一起共舞的时候 还要守一些的规制的 我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很喜欢跳 我常常在吴比加家庭的 哇 我常常主持 主持party 跟我几个朋友常常去 吴比加上 哇 我不会跳 我朋友一直叫我们 叫我们怎么样跳 我感谢神 我信了主之后 我传播是一道两段 一道两段 那什么 舞蹈啦 那种传播都不会啦 完全都没有去学了 已经脱离四十年的 这种舞蹈 要守一些规制的 披子间相互做些小卸条 恰恰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子的 成年间既有很大的弹性 尽量不要去干涉别人的所作所为 在腹部干涉之下 成年间拥有很大的自由 不过在凌乱中呢 也有一些的家规跟默契 所以披子之间不可过分 违反家庭的家规 讲到这样的一个家庭 就是说做父母的仍然是一家之主 这种家庭可以说是乱中有戏 优点是这类的家庭的成年 跟人相处的时候 有相当大的弹性 也平易近人 但对一些人来接着他们 他们好像切法智力 对那些比较严格守立法的人 觉得这种家庭呢 太过切法智力 因为接着他们要求不高 也不按规矩做事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有 不过他们不是非常的立法化 有没有 不是非常的立法 就是说在有一些规矩的当中 就像教会我们也需要一些的规矩 对不对 但是在规矩的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人情味 很多的人情味 就是这一类的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 所以如果夫妻呢 都是来自这种的家庭 他们会比较容易的相处 而且比较容易的相容 包容 夫妻的摩擦也比较少 那如果两个人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们就比较容易的接纳 然后可以调整 因着有基督的爱 这是恰恰舞 另外一个呢 其实华尔斯舞 这种舞很美的 凡有跳过这种 华尔斯舞的人都知道 这个舞蹈呢 有相当的美感 具有规律的步伐 而且在跳舞的过程中呢 双方一定要互相的合作 批词的协调 两个人的步伐要非常的抑制 不可以凌乱 舞姿也讲究刺细 规制是相当的严格 那这是华尔斯舞的这个的特色 那华尔斯舞模式的家庭 也类似是这样子的 家中做事的弹性度 与前面的两种家庭相比呢 父母亲对孩子比较严格 孩子被要求要严格的遵守家规 孩子做错事情的 父母亲不会袖手旁观的 一定要按照家规家法 来给予处理或者管教 也就是说孩子错的 要受到责备 要受到救证 要受到处罚 孩子需要在父母的某种程度 允许之下 才有他们自己的自由 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就有很多的规则 他是要去遵守 看起来好像切发弹性 其实每一个孩子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他知道如果他做错事情之后 每一个行为后面 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说从小孩子不对 你一定要处罚的 你一定要纠正他 不是放任他去里面 不是放任他要做什么 孩子不喜欢东西乱丢 哇不要紧啊 丢也不要紧 防着我有钱啊 不可以的 你丢东西来 要打手心的 为什么要打你呢 因为你乱丢东西 孩子乱乱发脾气 这是要来设备的 孩子到家里的人要叫人 这是礼貌 一定要遵守的 学校老师给你做功课 你要好好地做 你不可以说 我喜欢就做 我不喜欢就做 不做 父母这样又要再重逃 一定要纠正他 不听话 要打手心的 打屁股的 这些呢 要纠正他 孩子 因为他不懂啊 对不对 他不懂 比如说你家里面 有一个电插头 他很喜欢 他小孩子很喜欢 要手插进去 所以他生命危险的 你一看到他这样的 当然我们做父母亲 就不要做插头 坐在下面嘛 坐上面的 但是孩子有时候 他可能哪一张椅子也去插 你就要小心了 下来的时候要打他 如果你他看都不管了 不要紧了 我告诉你 他有一天真的会出事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种是对 或者是错 对不对 他不懂的 他不懂的 所以你就要告诉他 你这样打 你如果再下一次这样 一定要打你的 一定要打你 告诉他这是错的 这个是错的 一些家庭啊 孩子很喜欢打臂啊 乱乱图的有没有 乱乱图的 我的孙子跟着我们三年了 从小告诉他 你要写东西 我打纸给你 但是壁不可以乱乱在地上乱图 他有说和打那拉壁 在地上一图 来来来来来 打的 打的 然后告诉他 这个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哇 他就开始要学习了 所以家里的墙壁 干干净净净的 绝对不可以乱图的 但是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不懂的 他们觉得 我哪里 我就很喜欢图嘛 哇 你就要打他了 于是我的孙子打 我的作业布打去 哇 我后来看到 来来来 我说来来来 你没有做错事情 有 什么错 公公的东西不可以乱图 打他以后 第二次他不敢了 所以就说 要有一些的规制 要去教导他 他就懂的 什么东西是可以做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做 所以呢 每一个孩子 他知道每一个行为之后 会带来什么后果 就知道他不会什么 不会轻易和悔 这么做呢 不但可以培养孩子 对上的顺从 也增加他们的安全 帮助他们有更高的自立性 但是你看到今天 为什么再来到教会的一些孩子 很乱 这边你看 我们从小的 在教会的孩子 他们一来到机会 他们乖乖坐在那个地方 但是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特会 那些外邦人来的时候 他的孩子满腸飞的 有没有 哇 临时在我们的教会 他可以从后面跑到前面 前面 要跑到讲台上去的 因为这些呢 因为他们在家里 你从来没有去管的嘛 所以他们就不懂得 哪一种是可以做 哪一种不可以做 有没有 所以你就看到 但是孩子 真的 从小了 你一定要 这要有一种的 一种的 这种 这种 规律去帮助他 要不然他们会不顺从 不顺从 那我就看到一些的家长 他们的教会早期 我们都看到一些的家长 怎么样了吗 他不懂得清觉的 他们就可以把孩子 葬在那个水面盆 放在上面 就给他小便 哇 有的弟兄姐妹 看我哪里可以这样子的 有时候就跟他讲 生气 这样的父母都生气 你讲他的都生气 你想象 这样的孩子 妈妈都是这样的 孩子会不会到处乱撒尿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教会还有 我们的早期还没有一个 我们的 已经够大的了 他们Bug了那些 Security 这个位置 不要Bug 因为会拦阻别人 你上上前面讲 我有十分之一奉献 十分之一奉献 所以也就是说 我也是这边的老板的 你不可以讲我 我们就在台上就教导 很多东西不对不对的 我们就在台上就教导 我们不会讲谁 但是我们就用圣经的真理 设施神的家 你十分之一奉献 你不是老板 真正教会的老板是上帝 每一个人都不是老板 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牧师 我们都要奉献 我们只不过是神的仆人 这样讲 感谢神 后来就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要不然真的 那些刚刚信主 有很多 他们很多都不懂的 不懂的 所以他们 你想象他们的这种恶性 会不会影响他的家庭 绝对会的 孩子就有一样邪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种的家庭成年 出来的成年 好处在哪里 华尔士无老的家庭 好处是相当的有自力性 他们自己也会鞭斥自己 像一个理想的 像一个理想的前进 弱点是对自己要求高 对别人的要求 对别人的要求也相对提高 如果别人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他会很容易感到失望 显出他的不高兴的反应 转换到夫妻家庭 如果夫妻没有共事 两个人会很容易 因看法跟处理的方式的弹性都不同 产生冲突 这个华尔士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有 势力性要求比较高 但是他也很不错的 如果他遇到后面的那个巴鲁 我告诉你 这两个人天天就有的 不止吵架 大战 星球大战 但是如果他遇到的一个是那种的 Rod and Road 他承受不了了 但是他遇到的那个 如果是属于那个第二种的 那种什么 那种的那个 有 那个恰恰舞的 很好 两个人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谈 你的要求太高 但是他还没有达到不要紧 批词的协调 所以 所以云生家庭呢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了解自己 能够批词的协调 最后一个 巴鲁尔的家庭 喜欢巴鲁尔的人都会被这个 舞者的每一个的舞姿 一动作所吸引 跳巴鲁尔通常 他年纪太大都不能够跳的 太硬了 巴鲁尔通常是 四五岁就开始要学了 他们身体比较软 其实巴鲁尔是很美 很美的一个舞蹈 跳巴鲁尔舞 是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的 而且是从小就能练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身体比较软 而且跳的每一个舞姿呢 要尽善尽美的 这是巴鲁尔的特色 跳这个舞的人呢 要完全按规矩来表演 他不能够像rock and roll 或者cha-cha那种 特别是rock and roll 那种喜欢喜欢 绝对不可以的 他这个舞法呢 非常的严格的 要完全按规矩来表演 每一个的步伐 每一个动作 都要完全听从教念 所设计出来来表演 每一个命令 每一个动作 都要绝对服从 不能出错 跳这个巴鲁尔的 你要绝对服从那个教练的 你不能够说 我喜欢 这个步我不喜欢 我要这个步的 你马上就被sack掉了 这个舞蹈很严的 巴鲁尔的家庭 也是类似如此的 在家中 无论处理任何事 都没有弹性 父母亲是 发号施力的教练 他们所说的 就是一个绝对的命令 家庭成员绝对 没有讨价还价的遗地 不管是对我错 孩子只能够一味的服从 若有犯错 父母呢 就是一个很严格的教练 会严格的事情处罚 持有公义 没有慈爱 也没有怜悯 在这种家庭成长的孩子 会对在上掌权者极端的 气派 但往往当孩子 逐渐长大了后 这些孩子会 反而会产生什么 强烈的 叛逆的性格 但是 有一天 当他自己成立了家庭 他会效法 他的父母亲 那种的刚烈 好像惊人式的方式 来对待他的配偶 所以处事非常的僵化 也是严重的伤害 夫妻的关系 听到明白我所讲的 这种的巴雷五的家庭 就是这样 父母亲呢 就好像一个独裁者 他是一个像巴雷的教念一样 他设计的每一样东西 孩子从小 我叫你做 你就做 我叫你站 你就站 当孩子长大之后 我要你去度 医生 你要去度医生 我要你去度 accountancy 你要度 accountancy 可能父亲是一个律师 他要他的孩子去做律师 可能他的父亲是一个医生 他要孩子去做医生 可能他的妈妈是一个accountant 他要孩子去做accountant 我就认识一个孩子 很可爱的 也很乖的 妈妈是一个非常独裁的一个人 他就绝对要孩子呢 更顺负他 去度他所有险性的科系 结果他度不来 度不来 最后呢 孩子悲逆 疼气 哇 差不多真正精神要分裂 妈妈开始害怕 开始害怕 接受欠道 你不好强壁 你的孩子自己要做 你所要做的东西 这个妈妈就像一个什么 一个教念 通常这一类的人 律师 医生 包括老师 但是不是所谓的老师都是这样 accountant 也并不是所谓的accountant 不是这样的 不是所有的结局 完全是这样 还有什么 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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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这些呢 哎呀 这种家庭的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结局 是每一个了 有的精人也很好 对不对 有人情味 可能是更新的啦 圣灵充满的 我知道一个教会早期请的 一个administrator 哇 他是一个金队里面的corner 我们都认识他的 哇 他跟我们去阿根廷 哎呀 我跟他交他 我觉得他非常的立法化的 我就跟他谈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我说你很立法化的 因为他在教会里面 做行政管理 很立法化的 很多人打磨泥打汗 承受不了啊 最后他被传出去什么 七点普塞去做宣教室 让他在那边去吃苦 去那边 所以哦 真的 我有时候一个大环境 也会改变人的 我的行政人员 开始出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立法化的 我们就常常也跟他讲说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感谢神 他就改变了 他就改变了 现在变成就比较人情 有人情味了 不让你想象 我说的 恒生家庭就是这样 我们从这边可以写信 怎么样改变 我拿一个case study 真正是个case study 这个太太的名字叫做Esther 他的家最近添购了一套新的沙发 在新沙发还没有送来之前 夫妇就很兴奋的讨论 如何处理这个旧沙发 究竟这个旧沙发要送去给教会呢 还是要便宜的卖出去 很多人搬家旧的沙发送去给教会 今天教会不吃这一套的了 我们教会以前就是这样 哇我知道我一个姐妹 还是我的亲戚来的 他把一套沙发就送到我们教会来 我来看一下 哇这套沙发是旧的 我说为什么你不要 我买旧新沙发吗 他买家庭买新沙发 旧沙发 就不是很可惜 送去给教会 说我没有两个月就坏掉 那是我们搬新教会 我们说弟兄姐妹 教会有需要的东西你们可以送 但是请你们不要把你搬家 你不要的东西送来教会 不然教会变成是一个garbage来的 一个垃圾场 所以感谢神现在没有人敢送旧的东西来给教会 那你说很可惜 好了 所以这个 这对夫妻就讨论 究竟要不要送给教会呢 还是便宜卖给人 但是两个人谈不出一个结果来 就决定好了 先把他放在后院 等到改天看看又怎么样处理 后来新沙发来了 那有一天 他的太太就接到一个电话 就是一个朋友打来的 他说呢 他有一个朋友 孩子要来这个地方 来读书 租一个房间 但是没有沙发 这个姐妹说 有啊 我这边刚好遇到新的沙发 既然你这个学生需要嘛 我就送过去 马上就叫人 来来 把这洛丽把他送过去 很高兴 盘婉太丈夫 她的丈夫叫John 回来了 就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大发雷霆 哇 他生气他的太太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制作主张呢 把这个沙发送出去 那这个太太就说 哎呀 仿正我们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处理 既然现在有人要 我们就送出去了嘛 这应当是天公地道的嘛 但是呢 没有想到 这个丈夫呢 忽然间拿起一张的遗址 就向他太太就丢过去 哇 暴力 就丢到他的太太的小腿 他的小腿就肿了起来 那其实呢 这个John跟Esther 结婚这么多 基督徒来的 结婚这么五年里来 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那Esther就发现到 John对他的态度 越来越不客气 他发现跟他在一起 每一天他的提心吊胆 就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哇这个太太真的会精神会衰落的 有时候精神会碰溃的 遇到这样的一个 杜财师的丈夫 你们说有没有叫张丈夫 有啊很多 因为 这个John 要求家里的每一样东西要紧紧有条 东西要放在一定的位置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不可以随便更动 更惨的呢 他要求他的太太必须要照做他的意识 做每一样的事情 不然他就大发雷霆 甚至暴力也来了 所以很多人欠他 他不听 就算他自己知道错了 他也不会认错的 太太觉得跟他在一起 就好像遇到一只老虎一样 发现他丈夫是一个独裁者 好像一位指挥官 在家里呢 他说一没有人敢说二 他说黑没有人敢说白的 连他两个孩子呢 对他的爸爸呢 是又怕 又近 因为他是爸爸 样样都非常的听从他 那探究他的原因 会在哪里呢 原来John是出生在惊人的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个金官 曾经在战场上 有过辉煌的日子 所以John从小呢 就非常的气派的爸爸 不敢对他的爸爸 有任何的悔罪的 所以他那种的独裁 指挥官的个性 那对他太太的那种的 那种的对待 从哪里来的 从延伸家庭来的 从延伸家庭来的 但是他又不肯听劝 所以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最后这个太太 可能一定会离开他 这个太太呢 最后不然就是他会神经病 真的 所以你 婚姻不是开玩笑的 真的我们要很小心地处理这些事情 那这个John如果他肯听劝 他可以改变了 好我们今天看了这四种的舞蹈了 哪四种舞蹈 第一个是什么 Rock and Roll 第二个 Chachar 第三 Wars 第四 巴雷 从何以上 有关家庭出世的弹性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的极端 第一个的家庭 太过有弹性 是知道没有研制的地步 而另一个极端 就是太过立法化 守旧 以 封建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你可以看到 是非常不健康的 非常的不健康的 就有点像 第一个非常的极端 太过有弹性的 好像什么 朱情的 第二个 这个 这个金人式的 金人式的这个家庭 是属于哪种 好像海龟式的 度来度往的 不听人家的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你看金人的管制 对家庭带来很大的 很大的伤害 比较健康的 就是属于 这两者之间 成年有适当的弹性 有个人的意见 也能够接纳 别人不同的看法 同时也保存自己 个人的研制 跟标准 最后这一个总结 我们没有权利 显示在什么家庭出身 但我们有能力 不让自己受过去家庭 对我们的负面的影响 明白自己的弱点 拿出勇气来 面对 克服 祷告 求主帮助 所以今天我谈到 这四个家庭 你是属于哪一个的家庭 可能有时候参加 困乱在里面都有的 对不对 但是 我们不要气馁 我们出生在哪一个家庭 你生出来 你没有的选择 但是我们信仰主以后 我们可以改变 如果我是属于比较独裁式的 我常常做事情 是非常的独裁的 因为我的家庭是这样的 我可以改变 对不对 比较有人情味 可以改变自己的性格 如果我是属于那种 什么事情 人家叫你做事情 可以吗 可以 结果呢 没有做出来 我一个同工就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叫他做事情 可以吗 可以 No problem No problem 结果呢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一个月之后 没有做了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你根本就在乱乱promise 你没有promise 你就没有遵守 你的若言 我叫他来office 因为我们起心 就看他们的表现 我说 我很盼望你能够改变 那我们可以给你 以后给你的evaluation 也比较好一点 你要改变 因为你跟人际的关系 有时候你也很独裁 有时候他会命令人家做事情 但是他自己本身又没有做到 所以你就是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 然后你答应别人的事情 你又没有做到 一个时候说 郑辉光牧师对他最生气的 因为每次叫他做多东西 OKOK 最后都没有做 我叫他做多东西 他也有时候也就没有做给我 然后叫他进来office 我不要骂他 我就跟他好好的跟他谈 了解他 我说你要好好的做 你现在已经做人家的爸爸了 你不要再 不像好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 用好话签线 我说我要看到你改变 感谢神 我说不是要小变 是大变 我感谢神 他现在真的就改变了 所以他很感激 我说 我不会这辈 我很温柔的就证他 因为我明白这些原生家庭 所发生的问题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我们也没有时间跟你祷告 要不然也感到很尴尬 自己祷告 好不好 你知道你所面对的问题在哪一方面 好好的祷告 求神给你以后 找到一个对象的时候 以这个作为一个试验 作为一个试验 可惜我没有带讲义来 不然你们可以拿这个讲义给你们 好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需要email 我再改变email给你们 那么你们可以拿去做参考以后 可以 其实今天这个课程其实蛮重要的 是有重要吗 非常的重要 好 明天下午我会谈到 怎么样解解冲突 怎么样解解冲突 好感谢神 好 来我们大家站立起